陽澄湖大閘蟹,小心買中洗澡蟹 中臭剛剛過了,又是食大閘蟹的日子 江蘇泰湖和故城湖大閘蟹已經上市 陽澄湖大閘蟹昨天同一銷售 大約 260 噸蟹送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銷售 產量較去年提高一成,貴了大約兩成 之前廣州不少商戶已經預售蟹券 但有專賣龐蟹的老字號說 陽澄湖因為要治理污染,產量大減 市面上所謂正宗陽澄湖大閘蟹 大部分是以紅澄湖龐蟹冒充 有些甚至用成份不明的洗蟹粉 清洗龐蟹土布,冒充正宗雪白的陽澄湖青蟹 不過陽澄湖大閘蟹集團強調 湖水沒有污染,大閘蟹沒有問題 有內地傳媒報導,有水產公司在救物網站 推出陽澄湖大閘蟹團購活動,價錢偏低 提醒消費者慎防受騙